情緒都很急 全部馬不準備 拓鎖五場賽事四班一千 大熱是五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見到埋面位置 爪王轟天 中間藍區寶快 再見到第三位 外面阿凡大響第三 內蘭第四 紅眼爪的霸姓 外面六三龍鑽輝煌 再見到中檔位置 有這隻紅衣黑帽 第六位是龍友 內蘭第七位 藍三就是這個奇妙日 外面孤朗威風 尾四孖寶 尾三天天向上 尾衣庫全英雄包尾是彪彪 轉回中間 藍區寶帶頭的第二位 就是阿凡達 內蘭第三是霸姓 移出去中檔第四位 有爪王轟天 龍鑽輝煌外面第五 第六位 內蘭位置 紅衣黑帽 龍友 中間位置有奇妙日 再攝入天天向上 後面才見到外面追跌 還有孖寶的馬 鬥到最後三百多米 藍區寶還是佔先 看到中間位置 龍友正在上 內蘭還有霸姓 再下一層的馬 還有天天向上 還有阿凡達的馬 接近終點 藍區寶也很有機會 帶到跑第二名的馬 就是龍友 第三名有霸姓 還有天天向上 兩匹馬需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真的是藍區寶 放在前面走 應該也很有機會到先 龍友就逐步上來 天天向上應該是跑第三 第四名是霸姓 八號南區寶 波建市 林肺說只有二十九倍 勝出 跑第二名就是九個龍友 史卓鋒 第三名 七號天天向上 薛恩 第四名就是三號 霸姓 賀明年 還有六格仔 二十九倍 勝出 波建市 南區寶 南區寶 今天出發得很快 南區寶 南區寶 一放到底 三號天天 速度也有些分別 內蘭位置 崗皇轟天 霸姓 中路位置 龍鑽輝煌 走著外乘古浪威風 中檔是龍友 後面是孟寶 鐵蘭是奇妙日 走外面是彪彪 包著味 就是天天向上 這裏建南區寶 放了出來 開邊那隻又沒有拍上去 也是接着四更衣服 在後面 都趕得比較慢 兩隻都慢了 接近六線那麼多 所以都比它輕鬆帶佬回來 後面其實兩隻日本馬都沒有跑錯的 都像了一條欄的 一隻龍友 它是比較忙胸 本來那隻都還要找一個輪位 但是叫了出來之後 都叫做捉得不錯 不過就生生來遲 其他馬 大勝就圓蘭坑住 就叫做輸得不遠 這場頂出了一群 追那一群都一般的 分段時間頭段12秒73 第21秒86 末段23秒09 賽事緣成時間57秒68